丁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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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Alex 你开麦,Alex 喂 嘿,Alex 你好,来,阿安几岁那里人 喂,欸 睡的 你干嘛? 你阿安几岁那里人? 你也不知道 40岁台北人 台湾台北 因为爸会先关了一下 那个YT的 好 台北人 台湾台北 好 来 来那个Alex 那个我们的 那个常客啊 嘉宾常客 教大应用化学的博士 来 您想说什么今天 因为我 我这边的话是想说 本来是想说 要讲一下那个病毒的起源啊 嗯 尽管病毒从哪里来 还是你下一次才要讲 你可以 你可以补充 看你要讲任何我都OK 好不好 OK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今天这样讲的话 就是前面会讲病毒的起源 后面的话 会讲台湾疫情的这个部分 Delta病毒的部分 好好好 你说 好那我尽量快一点 没关系 新冠的这个病毒的源头 从哪里来 现在美国他们不是有 在说要插吗 因为他们就有一派 就川普那边要插吗 拜登 拜登 拜登他在祖传 对 就是川普那边在吵 所以拜登必须要回应 对啊 反正就是这样 那这个 目前的话有很多的阴谋论 那我就基于三个 我目前客观的一个事实 然后来讲一下 那第一个事实就是说 冠状的病毒是到处都有的 那其中大概有七种可以感染人 除了SARS 还有现在的COVID-19以外 还有四种会传染人 它会引发类似这种感冒的病症 然后它其实就是发烧头痛 但是不一定会有味觉嗅觉的丧失 好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同一个宿主 同一个人 他可能同时感染两种以上的病毒 两种以上的新冠病毒 这个是有 然后他就是说日本他2020年的时候发现过 就是有一个人身上同时有流感的病毒 和新冠肺炎的病毒 那也有人同时身上有艾滋病的病毒 跟新冠肺炎的病毒 嗯好 就是你身上有生病的时候 不一定只有一种病毒 对对好 了解 好那第三个事实就是 的确是有一些病毒是人跟动物相通的 比如2009年有猪流感 是 那那个时候的说法有一个是说 墨西哥的猪 它身上同时存在了猪的感冒病毒 跟人的感冒病毒 之后进行了这个基因情报交换以后 突变成了人畜共通的流感病毒 不但感染了猪 而且还回传到人 所以才爆开来 好 那1997年香港的情流感也是如此 那这个2003年12月的情流感的大爆发 到2005年才平息 那像现在还有一些流感的 这个情流感的变种病毒会跑出来 在不定时的在不同的地区 嗯 那原本只会感染到鸟跟猪的病毒 所以会跨物种感染到人 所以那就是动物跟人有亲密的接触 是 那包括有很多人养动物 它也是一种亲密的接触 那就是人跟动物的连结 对 那所以你会看到动物园的狮子 或是丹麦的水榻 或者是人家养的宠物 它会感染到的新冠肺炎 是 那SARS跟MERS 他们其实也是搞了很久的时间 然后就推论说 应该也是跟动物有关 比如说MERS可能推论跟骆驼有关系 但是为什么会跑到韩国来 当然不会有人特别去弄一支 有MERS病毒的骆驼 来进行人与动物的接触 但是就是说 当世界的交通变得很方便的时候 不同的大陆上面的冠状病毒 它可以跑到同一个宿主身上 然后再去 甚至再去突变出新的病毒 尤其像现在2019年2020年 现在2019年的交通运输量 会比2003年SARS的时候 还多几倍 这个大概是知道的 好 那铺了这些梗就归纳出一个故事 全球各地的红十字会的血库的样本里面 其实有检查到一些类似新冠病毒的抗体 那代表就可能在2019年初的时候 它就有出现了一些人畜共同的新冠病毒的 祖先的病毒 你说之前已经有一些人畜共同新冠病毒 这一次的COVID-19的新冠还是全部的新冠病毒 或是动物跟人的连接 那这个病毒会存留在人跟动物之间研化一阵子 就很像医院里面也有一些万年的病菌存在 弄不掉 那直到这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叫 祖先病毒 或者叫爷爷病毒 然后它完成了某一个基因 上的完备以后 就是它取得了某一些基因子以后 然后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那一个宿主可能同时跑了两种病毒出来 然后他们互相COVID-19 然后就增强了它的毒性 增强了它的传染力 是 所以在2019年的10月的时候就爆开来 应该12月的时候爆开 那2019年10月现在是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回去推 然后就觉得说可能以前以为是12月 但是其实是10月11月 然后现在又再往前推到10月 但是你这样讲下以后 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武汉比较倾向是一个受害者 而不是一个加害者 就很像之前讲 擎流感在香港的时候 在广东的时候 或者是那个SARS在广东的时候 或是越南墨西哥的驻流感这些 当地人都是受害者 而不是加害者 那今天我们在 你的意思是别人把这个新冠病毒 这一次COVID-19新冠病毒的祖先病毒 带到武汉这里 然后跟其他的病毒合起来 所以刚好在武汉这里爆发了 对不对 比较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有交通运输流量的增加了以后 然后有意或无意的之间的 就带到了那个地方 因为以前的时候 在这一次的疫情之前 从来没有人说你感冒不能打危机啊 那从来没有说你今天在码头搬运工 或是在货物的运送或干嘛的时候 你有什么打碰堤或什么话 那你就被抓去揍 没有这样的 那个我今天本来想要多讲 讲的也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主题了 就是最近 刚刚前几天吧 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 它是讲就是 中国大陆那边好像把 去就是新冠病毒最原始的那个病毒序列 给他要求把它删除掉了 所以好像 就是美国的数据是要哭啊 对对对对 在那边删除掉了 那所以就是 那个报道的寒沙摄影的意思就是说 中国大陆要隐藏什么 那这个是不是从实验室里面出来的 那这个就是跟美国拜登 他们现在正在调查的这个脉络 有若干相符啦 就是好像要把它导成这个方面 那再在理论上来讲是有可能的吗 你要从实验室里面搞出这个东西来的话 我会告诉你说 在去年的认知上面 那这个武汉的那一支 这个疫情的原始的那一支病毒株 它其实比较接近是天然的 因为它找不到 它找不到那个断点 如果它是 那个实验室人工artificial做出来 它会有断点 好 了解 那有一个阴谋论就是说 它们可能是天然的样本 但是它被人为的散布 那我们不讲那一个的话 如果是讲就是说 我刚才提的那个就是说 它可能是无星的出现了这个东西 其实我 那不管是有 对我个人也觉得 这本来就是一个大自然的一个 巧发生的一个巧合事件吗 因为谁 对 你可以相信它是个巧合事件 也可以相信它是一个人工制造的瘟疫 就是阴谋论的那一方面 就是说这是一个中美联手的瘟疫 但是 那不管那么 反正我们就等着看嘛 因为现在得到的 在美国媒体那边得到消息 他们是有这些 一直放这些消息出来 然后刚好拜登 他们现在也正在做这方面的调查 那就是看你能够 你能够调查到什么程度了 好 那我后面要讲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 其实你今天要去溯源病毒从哪里来 也许是有学术上面的价值 但是更有可能是 会不会当成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 那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现实之中 你冠状病毒 没有办法明确的找到是哪一支病毒的起源 现在的COVID-19 它比较像是一个群组 是一个family 它在一年多的时间 已经突变出了4000多种以上的亚种 那目前包括刚才你有提到 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 Alpha, Beta, Gamma,Delta 还有现在还有秘鲁的是兰达 然后还有Delta Plus跟Kappa 等等的变种都还在路上 那我们讲到了英国,南非,巴西,印度 其实这些都在2020年就出现了 嗯 他们是在2020年的8月,10月就出现 对 对 当时变种 那到现在其实 你想半年时间出现他们 那半年时间之后会不会出现别的 当然会啊 所以你现在与其去找寻那个 武汉爆发疫情时的那一支原始的病毒 其实它已经不存在了 它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而且它也不是重点了 现在大家重点在面对Delta的病毒啊 那我们现在讲是说 讲说那个什么删掉那个数据的话 其实他们当时的想法也是这个样子 就是说你已经 那一支不是那么的重要 但是后来这个数据有回复啦 有回复有回复数据 因为就是留个记录嘛 留个记录就说 当时大家很努力的去找到的是这一个 嗯 但是 那就是后面讲的 现在比较重要的是说 现在的变种病毒可能会punetrate 会穿越这个疫苗的防护力 对 好 那所以你要怎么办 那你其实是想要怎么样弄出 可以治疗新冠的药物会更重要 对 而且也有消息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打算把部分 今年推荐大家接种的疫苗要取消掉 取消推荐 因为它可能没有办法挡住变种病毒 比如说AZ跟嬌生 可能它就会被取消掉 但是科兴国药 辉瑞跟莫德纳 它的副作用比较少 然后它的防护力目前还撑得住 那科兴跟国药搞不好打个三针 那其实还行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说 我们现在如果台湾一直在打AZ AZ AZ的时候 你会想你会想一下 就是说你明年可能要再找别的东西来打 如果疫苗上面来讲 对 那讲治疗药物上面来讲的话 可以讲就是说 像里莱药厂 里莱就是做瘦肉精那个的药厂 然后它有做出了单株抗体的药物 但是单株抗体现在又有人在实验室里面说 它可能面对Delta Plus会失效 对对对对对 对刚刚那个新闻报了一次 Delta Plus据说对单株抗体就是 你到密乳病毒的时候 它已经可能会有免疫脱逃的现象 就是你抗体连不上去了 那你Delta Plus它也有可能会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要讲药物的话 辉瑞现在有进入临床医期的口服药物 它就是针对你病毒即使进入感染的人体以后 它要再复制它自己的时候需要有一些酵素 那他们就是做了一些inhibitor一些抑制剂去针对它 现在在临床医期 那Merc的话他们也有做类似的东西 但是他们是进到临床二期 而且接到了美国政府的订单 如果它的二期成功三期到了一定的数量 做其中分析可能就会给EUA然后大量购买 所以我觉得除了疫苗以外 药物的开发这个是必然要做的 当然这很挑战 因为一般的药物通常是十年 但现在是在压缩在非常短 可能一年半年就要有一个结果 请问一下好像是药比疫苗更难做是不是 都难做 都难做 因为现在世界上其实有两三百间的疫苗厂 他们都在开发疫苗 但是就上次你有知道了 有一些也是会fail没有啊 嗯对啊对啊 OK好那以上的话就是我讲 就建立在一个客观事实的观察上面 我们这个新冠病毒 它的自然其原说的说法 那阴谋论我就不提了 没关系不要提了 那后面我就在讲 阴谋论不管它 嗯好你说